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就是苦難 苦難的課題不是太多講,但是諸牧師教會有很多時候講苦難 但是普通其他教會比較少講苦難 苦難在香港這個地方原本是很太平的 是一年前到大家覺得沒什麼苦 但是其實過了一年裡大家覺得經歷了很多事情 有社會事件,我看到很多家庭,很多WhatsApp group 甚至教會都是因為這件事去分裂 有不同的政見的人,有不同的意見,就起了衝突 甚至我知道有很多信徒因為這些事離開了教會 因為可能教會的港台跟他們的信念是有衝突 所以他們就不接受 加在今年年初我們知道有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 我們教會都停了聚會幾個月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在一個有罪的世界裡 我們的身心靈每一天都是有苦難 但我要先給大家接一個確據 這個確據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講苦難的課題的時候 我們要抓住一個事實 我們是蒙神所愛的子民 上帝與我們每一個人同在 所以我們身上高所遭每一樣的苦難 無論是大,無論是小也好 大家要記得這件事 每一個苦難是沒有意義的 我再說一次 每一個苦難是沒有意義的 每一個苦難對於我們蒙恩的信徒來說是沒有出路的 每一個苦難對於我們蒙恩的信徒來說是沒有出路的 有些人會問 我們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遭遇的苦難有沒有不一樣 在人性方面去講 我們知道我們沒有一個人想受苦難 所以其實我剛才講過 教會也比較少講苦難這件事 就算講都是輕輕大過 不會講得很精準 不會講得很準備 但實際上我們在世上高活的時候 苦難是一個現實 保羅在《史路行傳》十四章二十二節說 我們進入神的國 必須經歷許多艱難 必須經歷許多艱難 不要悶解 我們的救恩不是等於我們要受多少苦 我們才能賺到救恩 我們的救恩是白白給我們 上帝是無條件給我們 但是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就是 我們已經屬上帝的人 我們是要回去天國的 我們走向天國這條路的人 我們今生的路是有苦難的 這就是事實 在今生的裏面 在我們的心靈 或者我們的信仰 或者我們的文化裏面 一定有些對立的東西 可能是一些背景 一些人的思想 一些潮流 一些風氣 所以保羅在《提摩大學》三章十二節他都提到 凡納志在基督耶穌女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迫白 凡在基督耶穌女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迫白 我們信徒活在地上高 有一個命定了的苦難 尤其是我們清楚知道 我們要走的道路是敬虔的道路 我們要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 我們要活在它的美意裏面 我們要敬虔度日的時候 可以跟世界分別為勝的時候 就是一個對立的文化 對立的情況 對立的意念 天天就在你們身邊去影響著我們 我們蒙恩的人所受的苦難有兩個特質 第一個特質就是我們的苦難 是因為我們活在一個有罪的世界裏面 我說過 有罪的世界就是有破壞 有破壞的世界就是有苦難 有大苦有小苦 每一天都有苦難 所以就算一些哲學家都說 人生出來就是受苦 他沒有盡量 但是他知道人生出來就是受苦 所以有罪惡的世界就是有老 有病會死 我們有重擔有傷害 也都會面對最後最後會去死亡 就好像希伯萊書說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斜有審判 我們基督徒心裏面有主 但跟世界人是一樣的 我們只不過是一群蒙恩的罪人 我們都是跟我們所受的苦難 我們一樣會一起受 大家在過去一段日子經歷了社會運動 新冠肺炎的疫情 其實香港以前真的沒有試過這麼苦 但這段時間大家都覺得很苦 基督徒和基督徒都是一樣的 苦難在有罪的世界裏面 其實是一個現實 那些教導說沒有苦難 信了耶穌一切亨通一切健康 其實是那些騙人的說話 叫一個人不走這個十字架的道路 一個人不去面對罪惡所帶來的事實 就是苦難 其實每一次苦難來到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看輕這個自暫自輕的苦楚 要養狼這個極重無比的榮耀 我們看到我們身邊的人有苦難 很近的 素素嬌也是在受苦 她也是在治癌她的癌症 方力最近剛剛進了醫院沒多久 少的苦難 但她也做了很多見證 在當中上帝也對她很多說話 所以我們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知道有一天我們的苦難是會結束 是暫時的 不是永恆的 但是等著我們是什麼 是永遠的福落 這個天覺是等著我們 另外我們基督徒會經歷第二種苦 是一些非信徒是沒有辦法經歷的 就是在我們的靈裡面有仇敵 魔鬼每一次都是用我們的苦難去對付我們的心 跟我們說 跟上帝說 你看看你所救贖的人 他們其實都是因為你給他們的好處 所以才相信你而已 他不是因為你所給他最偉大的救恩 而去信復在他裡面 所以 非得基督徒遇到苦難的時候 就想很快很快去解決 有病就看醫生 有事就找人幫忙 但是其實我們這個是非得逗的信念 但我們信徒 我們知道我們信了神的說話的時候 當苦難來到的時候 我們心靈裡面有交戰 我們會問 主啊 你是信實的 為何我會遭遇這些東西 我遭遇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有沒有幫我 你在哪裡 所以除了身體上的痛苦之外 信徒也都有靈上高的痛苦 這些是非信徒裡面是模糊的 另外一個力量去拉扯著我們 就說 去迷惑我們 就好像耶穌基督上十字架之前 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什麼 為那幫十一個門徒去祈禱 一篇很長很長的祈禱 在約會福音第十七章裡面 是主耶穌基督上十字架之前 為他們的祈禱 他都提醒那幫門徒說什麼 你們要警醒討告 免得入了迷惑 他又跟彼得說西門西門 撒旦要得著你們 好西你們如西物子一樣 但我已經為你們祈求 使你們不至於失了信心 信心 仇敵撒旦最喜歡的是什麼 就是去吞吃我們的信心 這個信心不是我們得救的信心 這個信心是我們信靠耶穌的信心 惡者的工作不是單單把苦難 帶來這個世界的裡面 他更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透過這個苦難去吞吃我們的信心 剛才說過信心有兩種 一種就是我們得救本徒恩 也是恩著信 有我們得救的信心 這個是他沒有辦法動搖到我們 但另一個信心就是我們對主的信靠的信心 我們凡事上信靠主 知道苦難裡面有神的出路 知道苦難有神的美意 但是當我們面對這個苦難的時候 撒旦就不斷地給我們有暗示 給我們有聲音 上帝真的愛我們嗎 為什麼你會變成這樣 如果上帝愛你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遇到這些不好的事 當這個信心被他吃掉之後 其實我們就好像一群迷失的羊 在一個深山的裡面 我們的思想 情感 意志 做法 選擇 都是跟著撒旦那邊去走 越來越苦 越來越沒有能力 其實聖經告訴我們 上帝從來沒有離開我們 我每一次看見那些騷亂的場景的時候 我就說上帝啊 你就在那裡 上帝啊 你就是遇到那幫示威者 你就是遇到那幫警察同在的 我為上帝 今時今日都遇到我們每一個人 心裡面同在 希望我們有平安 當你在苦難安靜下來 我們要等候主的時候 我們要確認什麼 確認他的應許 心中這個邪惡 這個壓激感 就會慢慢慢慢消退 每一次看那些片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們都有血氣走出來的 因為如果你是黃 就會罵藍那邊 你是藍那邊 就會罵黃那邊 但是當我們靜下來 我們安靜在神面前的時候 這些怒氣就會慢慢消散 而主的幫助就會慢慢慢慢地 浮現在我們的心思意念裡面 我們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上帝不許可 我們每一條頭髮 他都數過 苦難是不會淋在我們身上高 如果上帝許可這個苦難 淋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相信 上帝有足夠的能力 足夠的能力 讓我們去勝過這個苦難 所以我們不是說 我們要逃避苦難 我們要是什麼 與主一起走過這個苦難 要知道上帝的美意是什麼 我們一直走下去 求上帝每一天每一天 加給我們力量 苦難是現實 我們一定要面對 我們不是逃避 我們在主裡面得到安慰 得到力量 好讓我們將來都能夠去安慰 受一切苦難的人 我再說一次 我們聖民身上高所發生的苦難 每一件事不在上帝許可之下發生 既然是上帝可以許可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他一樣可以預備出路給我們 所以今天的重點是 我們要與主一起走過苦難 我們要知道苦難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要知道怎麼靠主去走出來 如果沒有苦難的話 其實大家今天可能不會坐在這裡聽我說 大家也不會回家打開聖經去讀 大家也不會說得到聖靈的充滿 去祈禱、去感恩 我們先看剛才的經文 在羅馬書第八章第十七節 它說 既是兒女便是後智 就是神的後智 和基督同作後智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後智就是我們承繼了耶穌基督的一切 耶穌基督的好事 耶穌基督的苦難 其實我們都承受了 所以主所走過的苦路 其實我們都是要走的 主耶穌來到世界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走上十字架 完成上帝給祂的旨意是什麼 苦難和榮耀是走在一起的 看到嗎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的時候 我們必 這個必字很重要 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OK 我們要知道苦難和榮耀是在一起的 如果我們不說苦難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達到榮耀這個地步 第22、23節說到 我們知道一切受盜之脈 一同嘆息老虎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慮嘆息 等候得著兒子的名費 乃是我們身體的得宿 這個兒子的名份是說我們將來 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現在我們的靈魂已經得救了 將來我們的身體都會得救的意思 所以其實萬物和我們一同嘆息 在等著 現況就是我們一同去嘆息 一同去等候耶穌基督的再臨 所以我們會有嘆息 會有苦難 但我們不需要怕 我們看28節 因為為什麼 有聖靈的幫助 聖靈用雪筆出來的嘆息 替我們去祷告 聖靈的代求 是跟著上帝的指示去求 所以一定會成就 苦難之中 它是用一個誠聖去幫助我們走這條苦路 覺得在苦難裡愛神愛人 當中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萬事都互相效應 叫愛神的人得亦存 就是按他指已被召的人 第35到37節 講到一個paradox的東西 就是說 雖然很多苦難在我們面前 有什麼? 有患難 有困苦 有迫白 有飢餓 有赤身露體 有危險 有刀劍 刀劍就講到 寶羅最後都是被人斬頭 其實寶羅已經經過了很多事情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就未經過刀劍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 在這一切一切的苦楚 一切一切的事實上高 我們是已經得勝有餘 這個就是奧秘 其實我們要入到靈裡面去爭戰 我們不是盼望這個苦難快快去結束 而我們在苦難裡面 我們要轉眼向著上帝 聖靈就會在我們身上高做一個煉靜的工作 就像煉金一樣 用火去燒 很熱的 但是經過苦難之後 其實我們的心 我們的生命 是要有一個改變 這個改變是什麼? 我們得著主的心 有些事情我們明白了 我們放下了 我們在建築 所有事情其實都是短暫 不可以去到永遠 經過這個疫情 經過一些社會事件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覺得好像醒了一樣 但是大家覺得原來以前的很好的朋友 原來大家的信念不同的時候 就可以不抽不彩 以前是很好的去互相去幫助 互相去扶持 現在就變成仇人一樣 其實說什麼呢? 很多事情都是短暫的 我們要抓住是永遠的東西 天國的東西 讓一些永遠的東西成為我們的喜樂 成為我們的追求 這就是我們怎樣去跟隨主經過苦難的奧秘 我們看看第四篇 第三十四篇 第十七到第十九節 這裡說到二人呼求 當我們呼求上帝的時候 什麼? 上帝一定會聽我們的託句 他就會救他們脫離一切的苦難 一切的苦難 我們經常覺得苦難中神很遠 這裡說什麼? 耶和華什麼? 靠近傷心的人 很近 他就在我們身邊 他就在苦難的裡面 你在醫院的時候 他就與你同在 他就在你身旁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 他是拯救靈性痛苦 這裡說的是靈性 不是只有心痛 是靈裡面的痛苦 所以靈裡面的痛苦 我們靈裡面是痛的 但我們是求上帝加我們力量 知道怎樣去面對 我們不是求結果 我們要求上帝 怎樣在這件事上 親自指教我們 第十九節 我們一起讀 一、二、三 二人多有苦難 但耶和華 救他脫離者一切 這個就是事實 這個就是上帝給我們的應許 有些無神論者 或者一些軟弱的信徒 他就說 我們會對上帝質疑 因為有苦難的存在 他說有苦難的時候 上帝在哪裡? 為什麼? 如果上帝是真的 上帝愛我的 為什麼容許這些事情 發生在我身上高? 上帝不是全能全善的嗎? 他們會質疑 我記得Anne老師也這麼說 因為有苦難 所以沒有上帝 他說如果上帝願意禁止這些邪惡的事情發生 但是他沒有能力的話 他就不是一個全能的上帝 他們都會說如果上帝能夠祭祀這些事情 而不祭祀的時候 他就不是一個善良的上帝 但我們知道我們的上帝是什麼? 全能的上帝 他也是一個良善的上帝 所以譬如我們說到 為什麼非洲有些小朋友餓得這麼厲害 餓得小孩子這麼小 其實我們要想一下 為什麼發達國家的小朋友會吃到癡肥 吃到有糖尿餅 所以每一次我們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上帝在天上高望下來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罪 如果我們今天吃飯的時候 不是將最後一粒飯吃到肚子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浪費了一粒飯 所以那些人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是浪費的 所以當我們用這些論點去推翻神的存在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指向自己的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罪 所以我們看看那些人用什麼誤解去推翻上帝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我們問聖徒遭遇苦難的意義何在呢? 第一,他們會假設這個苦難是永遠的 是絕對的 我們知道不是 上帝是公義,上帝也是慈愛 公義、慈愛就像銀的兩邊一樣 都是那個銀 他暫時許好這個苦難發生在我們這群人的身上 但這件事不是永遠的 同時他除了這件事之外 他都是什麼?刺下了救恩 如果上帝沒有刺下救恩給我們的時候 他真是一個很糟糕的上帝 但是上帝刺下了救恩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不是看自暫、自輕的東西 我們是以仰望那極寵無比的將來的榮譽 這個救恩是將我們帶到永遠永遠的 記不記得啟示佬所說的? 啟示佬說我們再沒有流淚 再沒有死亡 沒有悲哀、沒有哭號、沒有疼痛的地方 連我們的身體都是最健康、最正的身體 到時候可能你看不到Kelvin那樣 是很帥的 不是肥嘟嘟的 但因為世界有罪 但他不是因為這件事停止了救贖的工作 上帝撕行了他的救恩 讓耶穌基督代替我們的罪 死了在十字架上公 所以當我們在苦難的時候 我們知道第一是短暫的 第二我們知道在這件事上公 上帝有使命給我們 那裡去完成 最後為我們預備的是什麼? 極寵無比的榮譽 第二就是他們假設了 神是直接造成這個苦難的因素 其實上帝從來沒有製造苦難 上帝只不過是容許苦難 上帝只不過是容許苦難 有一個人 我記得牧師講的一個比喻不錯 上帝從來沒有做黑暗 他只是做乾 但是當乾射到一棵樹的時候 樹葉擋住了乾的時候 就自然有黑暗 上帝從來沒有製造黑暗 他只是製造了乾 所以上帝苦難在上帝裡面 都是上帝任憑這個苦難發生 這個任憑裡面有上帝永遠永遠的計劃 有一個良善慈愛的美德 就好像如果我兒子回到我家裡住的時候 整個房子很亂的時候 我不會馬上叫他收拾好他 直到他找不到這個 找不到那個 賭死了水 賭死了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出聲 因為我想他學一個教訓 這個教訓不是說房子要整整齊齊就好 這個教訓是他懂得如何照顧自己 整個房子 當我願意去整個房子的時候 我就會幫他收拾 所以上帝從來沒有離開過這間房子 好像爸爸沒有離開過這間房子一樣 但是他要兒子去學一件事 他就會給他一個苦難 他經過這個苦難 學到的時候 上帝就會出手去幫他 所以這就是上帝為何容許有苦難發生 第三 他們會認為 上帝任憑苦難發生 是上帝的主權 我們認命 上帝就是上帝 我們人就是人 在苦難裡我們沒有辦法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我們要知道神如果有能力容許這個苦難發生 他也要有能力去阻止 也要有能力去結束這個苦難 所以我們不要猜疑上帝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要知道上帝在這個苦難裡 其實有恩典有扶持著我們 其實給我們有信心去超越這個苦難的能力 這就是他恩典的扶持 叫我們在苦難裡不是只是懊悔 而是我們歷上加力 活得更加的喜樂 以及在苦難裡 不會掉在一種不信的狀態的裡面 去猜疑上帝 或者去想辦法 自己去想一些方法去解決 不是去信靠上帝 如果我們一直跟著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會陷入一個迷惘的裡面 我們要記得 我們不要被撒旦騙了 上帝是有能力做萬事的 上帝是有能力做萬事的 所以我們要期待 數數個病 我們大家都在為他祈禱 上帝要醫治他 一定會醫治到他 我們不斷不斷為他祈禱 上帝是能夠行萬事的上帝 OK 就算我們懂多少知識都好 但如果我們的信心是活不出來的時候 這些單單是一些頭腦上的知識 但是只要我們的信心 好像一顆芥菜種那麼小 是真的信心 還有這個信心不是我們的信心 這個信心是對上帝的信心 所以在苦難裡面我們又喜樂又止磨 這就是我們說的蒙恩的屬年體質 就是上個禮拜所說的蒙恩的屬年體質 第四就是我們在世界上高 就是看到苦難 但是當中我們看到上帝的恩手 拖帶著我們走呢 過去這一年裡面 大家都經過很多苦 當中有沒有感受到上帝在哪個位置 扶你一把 在哪個位置 突然會有一個WhatsApp給你 堅固你的信心 其實上帝的恩惠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 但我們常常犯過初五就是說 就是這個罪惡將這個苦難帶到來的世界 但我們就忘記了上帝的恩典是與我同在 有祂的愛 有公義 有豐富的預備 有美善的事 還有有扶持 但我們有時就是看著這個苦難這件事 就分裂了上帝給我們的恩典 所以我們來到這篇章 就是聖徒所遭遇的苦難的意義何在呢 在羅馬書第八章第23節說到 我們的身體和萬物都是什麼 在等待得熟的日子內 但這不代表我們上高所集的苦難沒有意義 是隨機性的 聖經特別跟我們說 因為有福音的緣故 我們每個人所受的苦難裏面 都有上帝在我們生命中榮耀的美義在裏面 所以這就是那五個的意志 苦難是多方面的 是複雜的 OK 每個人身上的苦難都不同 有些很重 有些很輕 重的可能是失去了自親 或者好像素素那樣有個重病 輕的可能就是暫時找不到工作 或者我們的子女不聽教 聽話 夫婦之間有些磨擦 但我們不要等到我們苦難結束了 我們開感恩會 以前我們教會很喜歡開感恩會 苦難結束了我們開感恩會去歌頌上帝 我們不要因為苦難結束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榮耀上帝 我們要記得 好像哥南多後書所說 我們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自失望 遭逼不 卻不被拋棄 打倒了 卻不自於死 身上常戴著基督的死 使耶穌基督的身也顯在我們身上共 史勞古羅所受的苦 就是他的身體 他的感情 他的精神 靈性方面都有 但很重要的是 聖經不是將我們的苦難一概而論 有些是重的 有些是輕的 重的時候我們真的要 我們要與哀哭的人一同悲哀 與喜樂的人一同去喜樂 我們真的要為他代討 我們要感覺到他的痛 知道他的辛苦 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要扶持他一把 雖然有些苦難比較輕 但是每個人的信心不同 有些信心強有些信心弱 信心弱的時候 他過不了就是過不了了 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扶持他 我們還是為他祈禱 為他牧養 所以我們的牧養是 帶他怎樣去神一起走過這個苦難 我再說一次 我們牧養人是帶他怎樣一起 和神走過這個苦難 無論苦難是大是少也好 順帶許可的 他一定會有他的幫助 一定有他的美意 記不記得他帶說什麼? 上帝你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幫助 你叫我抬起頭那位的上帝 主是與我們一起走 無論怎樣也好 在苦難裡 我們一定可以榮耀上帝 不是單單度過了他就算了 而我們真的在苦難裡 予住一重窮行的時候 我們活出不一樣的生命 活出榮耀主的生命 第二就說苦難 在我們聖民中間發生 是一定有他的美意在裡面 有時候我們會問為什麼 明明很好的一個人 記不記得史提反執事? 史提反執事在史路行傳說完一篇很長的道 很有力的道之後 他就殉道 史路行傳記載了兩篇道 一篇是彼得的港道 一篇就是史提反的港道 史提反講完這篇道之後 很快就殉道了 為何順帶容許這件事發生 一個這麼好的弟兄 這麼有能力的弟兄 這麼有見證的弟兄 這麼快就離開這個世界 但我們知道其實 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 這樣就完成了耶穌基督的律法 這個律法就講到愛這件事 所以當我們知道屍體受苦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要明白 我們要彼此去代討 彼此去勉勵 以及去幫助他們 所以我們聖民之間 彼此要有愛 我們看到這個愛是重要 比很多其他東西 無論是人數 氣氛 或者教會的經濟 所以我們中間 如果有敬虔愛主的弟兄姐妹 有苦難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盡量去幫他 為他祈禱 在教會有苦難的時候 最近譬如新加坡教會有苦難 墨斯都講過一個見證 我也很感動 就是有一個弟兄 願意出來幫他去教會拍那些勸臉的說話 說真的這個時候 是一個有疫情發生的地方 你還願意去那個地方去做這件事 已經很難 還有他也是受到家人的阻止 但是他跟牧師說了一句說話 他說如果我不去的時候 我是更加辛苦 就是我不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是更加辛苦 所以其實苦難都給我們一個篩選 看到 那些人真的是愛教會 那些人在患難裡面 在他的教會挺身而出 那些人會因為患難去離開 所以我們知道那些人真的是愛榮耀主 那些人是愛是功 愛成功或者愛一個氣氛 所以是一個篩選在裡面 第三就是苦難預備我們行各樣的善功 在臨後說 我們在一切的患難裡面 他就安慰我們 叫到我們能夠把神所斥敬的安慰 去安慰遭各樣患難的人 其實受苦的人 他的心是改變了 我們知道當心改變的時候 我們親自讓神去安慰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安慰遭遭各樣患難的人 意思是什麼呢? 就不是說我們做了這件事 我離婚 所以我能夠安慰離婚的人 不是 我們當然可以做這件事 還有好像有些生同感受這件事 但是聖經告訴我 就是當我們的心改變 重點是什麼? 我們跟從神 在神那裡得安慰 不在人那裡得安慰 當我們在神裡面得到安慰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安慰所有遭遇患難的人 不同患難的人 我們都可以安慰他們 我們都能夠看出他們 我們心改變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些說話去改變我們身邊的人 去扶持身邊的人 可以給他們答案 第四就是苦難會帶給我們在靈魂裡面最重要的爭戰 所以苦難來到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各種不同的表現 有些人會離棄上帝 我不信 他都幫不了我 有些人可能會 大部分人可能會詛咒自己 我不出生就好過了 為什麼會受那麼多苦呢? 但有些人就確信上帝的信實 知道無論好和壞都是上帝所賜 他接受這件事 就像大壞在詩篇三十九篇那裡說 因為我所遭遇的都是出於上帝 我就物言不語 因為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上帝 我就物言不語 我們等候上帝 我們有時沒有答案 但我們要安心地等候上帝 上帝慢慢會把答案顯微給我們知道 其實撒旦的工作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控告我們 就是說 神啊你這麼愛這幫人 你把這個白的救恩賜給他們 他們其實不是欺憨你的救恩 他們其實欺憨的是什麼? 因為你給他們的好處 你給他們安康 記不記得一約白記嗎? 但是其實撒旦是什麼? 是被上帝勒住了的 上帝說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不可以拿他的聖命 上帝是不容許他做這件事的時候 撒旦是不會做到的 所以每一件事發生在聖徒身上的時候 都是上帝所許可的 所以這個苦難有兩方面 第一就是說 顯出一個人的信心是不是假的? 很多信徒經過了非典肺炎 經過了這個社會事件之後 其實是一個分開了 你看到很多以前你沒見過的樣子 原來他是這樣 你今天才認識這個弟兄 你今天才認識這個姊妹 有些人從來沒有知道自己的信仰其實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當苦難來到的時候 就是真的分到什麼是真什麼是假的 第二就是把我們帶到一些真的東西帶出來 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煉證裡面 我們不斷去思索報告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知道主與我們同在 主是愛我們 就是像是若白經過苦難之後 他說什麼? 從前我是豐聞又來 現在我是親眼看見你 以前我是豐聞又來 但是現在我是親眼看見你 人在苦難裡面 上帝不是叫我們說 沒事啊 有這個病很簡單 開開心心就算 其實上帝我們有人有感情 有痛 有不開心 上帝其實要我們面對苦難的時候 就是跟他摔膠 問上帝 上帝我知道你是活的上帝 我知道你是活的 為什麼? 你要帶我去什麼地步? 我們要問上帝 人的情緒是有的 但是不要緊 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要一直去倚靠上帝 在苦難的過程裡面 上帝是會給我們需要的東西 而心裡面那個說話就是什麼? 若是出於你的 我就物言不語 我們願意順復 願意等候神 不是說那個問題快快過了就算了 最後一件事就是說 苦難帶給我們 極重無比的榮耀 我們在這個至暫至輕的苦楚裡面 是為了我們要成就我們有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其實香港這一段時間這一年的裡面 大家有沒有思想 好像突然間醒了這樣 以前我們很平平安安的 每一天上教會 每個禮拜上學上班 突然間好像醒了這樣 發覺很多東西原來不是永遠的 很多東西不是一些可以捉緊的東西 其實這個就是神給這個世界一個的號聲 吹號的聲音 就叫做我們一定要敬虔去度日 敬虔去度日的時候 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去傳福音 其實世界末日真的很近 最近美國又和中國鬧得很厲害 又好像以前八國聯軍那樣對中國 現在又好像想八國聯軍去對中國一樣 只要北朝鮮射個核彈去美國的時候 美國又射回去的時候 這個世界就完蛋了 所以其實不是上帝去扶持著我們 這個地球一早已經結束了 我們知道苦難是打擊我們的心 我們剛才所說的這五件事是什麼 是真理是事實 在頭腦上高 我們要進入心的時候我們要靠討告 所以都是在說討告這件事 所以我們苦難裏面要進入一個蒙恩的討告 我們看看下一張聲音 第一就是關注認識和經歷神去進入討告 當我們在苦難裏面走不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承認 我們要對神的認知是還未夠深 我們不明白 我們不知道神的信實是多麼廣大 祂的詞愛是多麼多 祂的智慧是多麼豐富 所以每一個位都是有更加進心的地方 我們永遠都是學不遠的 第二 我們討過的是什麼 我們要進入人的生命 其實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上 那是什麼 祝福萬民 祂的生命就是祝福萬民 將這個救恩帶給上帝所揀選的疑慮 我們的生命都是一樣 我們的生命是祝福萬民的 雖然我們在苦難裏面 我們都是努力的 將這個福音傳開去 不是關注自己的問題 如果關注自己的問題的時候 就越來越苦 越來越無力 記不記得保羅在監督裡面 是做什麼 他寫了書信給教會 但他教會的書信不是說 你快點來救我 這裡很慘 這裡沒有東西好吃 你拿些糧食來給我 而是關懷這些教會 為了這些教會的 喜樂走了出來 為他們祈求 這個就是我們應該走的生命 第三就是我們關注福音的廣傳去進入託告 在菲勒比書說 第一 我願意你們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情更是叫福音興旺 這就是保羅的心聲 苦難的發生 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關注福音 苦難顯示出神正在要成就 就是他偉大福音的工作 就像剛才我說的 這一年裡面在香港所發經的事 其實就是給我們一個警號 一個催號 我們要敏感 我們要知道在苦難裡面 更加要去廣傳福音 最後我們獻上感恩 在苦難裡面我們要感恩 當然我們情感上高 是會有痛、有焦慮 但我們要想到上帝其實是恩手拖隔著我們 如果我們安靜在神面前的時候 我發覺雖然是有苦 但苦裡面是有樂 上帝繼續去拖帶著我們 其實我們很簡單 就是上帝沒有叫我們失去信心去感謝上帝 是不是 在苦難裡面我們沒有失去信心 我們繼續仰望他 他就願意拖帶我們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值得我們去感恩 我們能夠來到神的面前 大家亦都有生命氣息走入教會裡面 聽到 在肢體裡面互相去牧羊 互相去代求 這就是主保守我們信心的證據 所以最結束的時候 我用詩篇第34篇第19節去做一個結束 就是二人多有苦難 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 我們一起讀吧 二人多有苦難 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 感謝我們做個禱告 天父我感謝你讓我們有機會相聚 這個日子裡面 我們都是 或多或少都是經過了一些苦楚 有些苦楚我們大經節目知道 有些我們不知道 但是主你是知道的 主一直是願我們同在 無論是大的苦難小的苦難 你都沒有離開過我們 你是挨近傷心的人 主有幫助我們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捉緊你的應許 在苦難裡面知道你有的美意 讓我們培養更加去親近你 而不是說因為苦難我們就離開你 讓我們的信心經過試煉之後 是更加提升 更加知道你的愛是長富高深 也都叫我們是漢卿地上高的事 我們多思想天上高的事 知道你的美意是什麼 讓我們是漢卿自站自輕的苦楚 是仰望這個極重無比 將來為我們預備的榮耀 幫助我們 讓今天的道 成為弟兄姊妹的幫助 成為我們的力量 成為我們的高台 與我們同在 祈禱奉耶穌命求 阿門